是算数运算 那前面我们讲过了 这个算数运算值 里面的话总共会有几种 最常用的 像那个加减乘除就不用讲了 除除 除完之后求整数 然后百分比就是求余数 那这个部分的话 如果他今天希望写一支程式 这个程式部分的话 第一个他就输入什么 输入两个整数 然后最后再输入一个运算值 然后把这个最后的计算结果 把它印出来 底下各位可以看到 就是范例 比如说他输入30 再输入20 再输入那个乘号的时候 最后把600给印出来 那这边的话 你可能要注意几件 第一个input input的话 当然输入前两个数字 一定要转型 当然我前面讲过了 你可以用evo讲转是最简单的嘛 但是呢 第三个呢 它是运算值 那运算值你不能说也在把它转型 那不对啊 它是运算值你干嘛把它转型 它又不是数字 所以特别之后 前两个input要转型 但是第三个不要转型 OK 应该可以懂的意思吧 然后呢 分别h给起三个变数 就把这三个input抓进来 那抓进来做什么呢 做逻辑判断 判断什么呢 判断如果它输入的到底是哪一种运算值 所以这边可能 需要有逻辑判断的话 if 如果它是加的 用加的 有没有 如果它输入一个变数假设是加的 那就用加的 把这两个a加b的结果呢 帮我print出来 那其elf就是减 elf就是乘 有没有 底下应该就elf了 那最后那个百分比 当然你也可以用else 你不用 因为剩下就没有了 或者说你elf也可以 把两种写法都可以 那最后的话呢 再把计算结果呢 把它列印出来 这样子的话 这一题就完整 其实这一题 应该不算困难 那大家来看一下 因为这一题还 大概蛮容易的啦 也不复杂 所以呢 我们就是直接来看一下 那首先的话呢 根据我刚刚的说明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的话呢 当然 a跟b嘛 我们一样用evo去把它转新 所以30进来 30的字串 变30的数字 然后20 最后这个地方不要转新 没事不要多转 转而反而错了 OK 然后呢 给它一个初始值 anser 就最后的计算结果 那如果它这个opr这个里面 假设是加的话 那就把这两个箱加 加完的结果放在ans底下 反之就是除 减 乘除 除除 然后再来摆分比 所以底下其实都 一样 只是说中间呢 把它改个运算值 那最后再把这个print ans的结果 就print了出来 所以是 假设输入30 OK 比如说我今天 假设输出输入的是30 然后呢 enter20 enter乘号 那就帮我把成的结果 print了出来 OK 600 OK 这样的就是最后的结果 应该 我想这个的程式 没有很复杂 只是说呢 当然你会想 是不是只有唯一的写法 当然不是 有没有可能 第二种写法 你想说 你会把那个逻辑判断 它这么多 那有没有什么方式 可以让程式变短 OK 程式让它变短 程式怎么让它变短 有没有可能 也是要可以做逻辑判断 但是 让它程式变短 如果这个可以想想看 因为理论上 我的习惯 每次看到 这么长的程式 第一个知觉 就是有没有可能 让它变短 有没有可能 当然你会发现 它这个程式里面 有蛮多雷同的地方 有没有 这个后面计算的东西 好像都是一样的 所以 有没有可能把 这一串 将来如果 干脆把它全部串在一起 然后需要哪一个 就把哪一个抓出来 然后把它放在运算纸里面 做比对速度结果 这样会不会比较精简一点 大概只是一个推想 剩下就是要去做了 所以有时候 常常程式最麻烦的地方 就是你只要想 但是你要把它想出来 那想出来这一过程 可能要再去实作看看 OK 所以应该基本架构没有问题 剩下的话可以再去衍生 做个变化 OK 这个是204题 那再来等一下206题 206题其实逻辑也是相似的 就等级 这个我记得我们有做过 类似的这种类似 就是说你输入一个成绩 然后如果是80到100是A 然后79到90是B 60到69是C 剩下来以前我们是D 如果它就愿意变F 那其实逻辑差不多 撰写的方法当然也这样 第一个让它input input的一个成绩 input完之后的话 做一副 如果它的成绩 假设是在哪个range之下的话 就分别输出 这个它的等级 这个应该也前面写过 所以大概复习一下而已 input的话 input一个A 那我的写法这样 如果它第一个是A的话 是A如果大于 等于80 而且小于等于100 那就是A 然后L if 大于 等于70 小于等于79的话 那就B 因此类推 不过呢 我好像有跟各位讲过 有另外一种写法 有没有 另外一种写法 什么写法呢 就是我们假设 不用这种写法 我可以一辅什么 空一格 然后把A放在中间 然后因为两边 所以先80 80的话呢 小于等于 这个A 然后呢 大于等于100 这样子的话呢 也会是跟上面的结果 会是一模一样的 这样的写法 至于说我好像有特别强调 如果你不习惯上面的 你可以写下面 反正这个就因人而已 那我讲过 就是我自己比较习惯 是上面的写法 上面写法 比较怎么讲 接近我们一般口语的叙述 下面的写法 下面的写法感觉就比较不是口语的叙述 比较像是一个公式的这种叙述 OK 所以怎么写比较顺 你们可以自己挑一个 OK 这个是做那个成绩比对的部分 所以这两题的话 请各位先试试看吧 那这个也是蛮十进位换算 这个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假如说他输入了这十六进位嘛 十六进位就零到九 零到九的话呢 都不变 那会变的话 他是说什么 十六进位嘛 零到九 那如果是到十一的话 十一就是A 跟这样 应该是零到九 再来就十了 十的话就A 十一的话就B 一直到十五 那就是F 也就是说 他如果今天输入的数字 假如是零到九 那就照原来的做输出 可是如果他今天输入的是十一到十五的话 那就把它变成A到F 那这个程式该如何写? Input 所以第一个一定要让他Input 什么?Input的话呢 一样可以丢给一个变数去接 所以大概我这边有写好 208 如果我用一个D这个来接 那当然我需要呢 去把它转换的 那就是从十五到十 或是这个大概顺序你颠倒没关系 十到十五也没关系 那只要他不是零到九的话 那就帮我做转换 所以特别注意啊 假设 那当然如果你今天输入的是零到九 我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如果是零到九 他因为里面没有做逻辑的判断 有点像他反正不管 如果输入九的话 Enter 他结果还是九 因为他会把预设值给print出来 就是这个第一 但是呢如果他其中呢 假设他输入的是13 那他就转13到哪里 13是不是这个 不是 是不是这个 不是 是不是这个 是 那就 假设这个等于13的话 那就帮我把D给输出了 OK 那这个的话呢 就是16进位的转换 其实这题没有想象中复杂 有的时候 我反而发现 那个证照考试最难的 不是在考试 而是在呢 了解这个上面在写什么 真的 我花最多时间就想要把它看懂 但是我真的花很多力气 看半天我真的 还比我写程式的时间还多 最后我是怎么 后来我发现呢 最容易理解的方法 就是干脆直接看 到底我输入什么 我得到什么 我先知道下面之后呢 我再去看上面的意思 我发现我比较可以看得懂 OK 所以如果你们将晚在看这个题目 假如说看半天还是不太理解的话 也许大概知道一下 他到底要做什么 就像说有一些时候 那个客户或同学问我问题 真的说真的 他跟我讲好久 好抽象 与其像我说你也没有一个画面 或者说你有没有那个档案 或者有没有那个东西 你直接做一次给我看好了 不然的话说真的 你讲好久我真的还是听不懂 你在讲什么意思 OK 所以有的时候你如果问问题 干脆直接截图画面 你要问问题的话 你不然就是画面 要不然就是档案 因为很多东西太抽象了 那会需要很久才能理解 因为也许啦 有的时候你们可能当下是蛮清楚的 但是可能实际上 听的人是会听得比较模糊 好 那最后的话呢 三角形的判断 它是不是一个三角形 那三角形的定义的话 基本上就是什么 应该是两边的长度 不可 应该什么 两边的长度 不会 一定会大于第三边 有没有 如果你两边的加总长度 小于第三边的话 那绝对不可能是一个三角形 有没有 所以这边有了 任两边的边长之总和 一定要大于第三边 OK 所以如果我今天 小于希望什么 输入三边之后 当我判断说到底 这个是不是 一个三角形 那你可以怎么做 把任两边的边长相加 是不是判断一下 是不是大于第三边 如果是的话 那表示是不是一个三角 反之就不是 OK 所以这一体的话 当然也不难 他只是说输入之后 把它做一个判断一下 所以这边的话 当然我们就一样需要三边 所以三个变数 A B C 然后呢就怎样 判断一下 如果任两边嘛 两边不就什么 A加 B 是不是大于C A加 C 是不是大于B B加 C 是不是大于A 所以你会发现哦 总共有一二第二种状况 第三个 因为三边嘛 所以你就判断三次不就好了 那判断三次之后的结果 如果呢是大于第三边的话 那表示说呢 它是一个三 所以你也许输出 当然它输出不是说 它是一个三角形 而是说输出 请你把三边的边长做输出 所以你再把A加 B加 C 的结果拼得出来 反之的话呢 就是说呢 你这边输出一个 就是不是一个 它的这个讯息 就是说 这个不是一个三角形 大概就这样了 所以这一体其实 倒也不是很困难 关键就是说 你要做三次的判断 那这个的话呢 感觉跟我之前教那个 猜拳小游戏有点像 怎么知道你是赢的 那不就是什么 你就是检查一下 你是赢的话 那一定是你出剪刀 那它一定要出布 你如果出石头 它出剪刀 也持得也对 如果你出布的话 它出石头 那就只有三种 所以你就把三种状况 都罗列出来 那你如果有一种状况 赢的话 那表示你就是赢 所以特别注意 以后的话 很多地方叙述 也可以用类似的方法 逻辑 除了可以多重之外 后面还可以用联集或交集 那偶尔的话 偶尔是连集 end是交集 所以这边的话 你不能用连集 因为一定是三边 这两边都不能大于第三边 所以一定要end 如果用偶尔的话 偶尔的话就是因为可能有两边是不会大于第三边 但是有可能有其中一边 那不合格那就不行了 所以一定不能用偶尔 OK 这一点可能要特别注意 画面再还给各位一下 那刚刚的那个A204到210的这个答案的部分 参考答案呢 我也把它放在那个我们云端 云端白板上面的这个解答程式码里面 OK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 尽量就是说 可以 但尽量第一时间可以先不要看答案 如果你可以 直接看着这个题目 也能够把这个 答案给用自己的方法写出来的话 那表示 你将来如果去参加考试 通过的几率 应该就会大大增加 因为考试的时候跟各位讲 他只会给你这个题目 题目比如说一类就抽一题就对了 那可能也许 那这个前面就不会是什么恶意理 那可能就是 这个什么 第二题吧 第二题 然后就跟你讲三角情判断 那题目给你 然后要你把那个 他要的结果 就是按照底下的方式 做出结果来 那当然将来存档 他将来会给你 档案 并且放在c别的某一个目录底下 那你就把那个档案打开 打开之后的话 最后再把它另存新档 他还要存成什么 PYA 这个 这个 他一个题目的 存档要求 你就照他的方式 存档 然后最后因为那个考试是现场 用那个 云端的方式 马上 帮你评分 所以如果 你有没有通过 现场就知道 也就是你把你存的这个点 PY档 直接 传到云端上去 他就会 帮你怎么样 马上做 那个线上的评分 也就是说如果你通过的话 他马上就亮绿灯了 那表示你已经得分了 所以一个灯 两个灯 三个灯 总共如果说 总分 那第四类是20分 所以你第四类如果20分 你就先拿 20分了 然后剩下来再做五题 那你就70分了 就通过了 OK 就是考这些 我是觉得 难度 其实是 还OK 我是觉得 因为 基本上之前 也有教过一个 专门是正照班的同学 很多其实本来都没有底子 而且本来那个班本来是 也只是要交易到五类 基本的 就最后全部的人都去考 一到九类 因为大家好像就还蛮有信心的 也就是考 印象中是全部都通过 OK 所以 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如果假设你将来 希望 朝 这个产业发展的话 又想要拿一个证明的文件的话 或许可以 就是把它当成一个目标吧 如果当然还没准备 没关系 你可以把这些题目 花个时间 好好的练习 那就是先不要看答案 先看懂题目吧 我觉得 不然的话 考试的时候 现场呢 它会给你一个纸本 纸本呢 就是长 这样子 在你的桌面上 那没有答案 只有纸本 所以你要看到纸本 自动把答案 现场打出来 OK 如果你可以 具备有这样的能力 那表示应该 是OK的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第二类的部分 这个第二类的话 因为蛮容易的 所以我就 比较快的带一下 至于 里面要怎么写 请各位自行在 产生 那个对应的 Module 也许你按 SRC上按右键 自己再 New一个 Module A204 到210 试试看 Module